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透过 未来体育台 未来HD 以及未来在网络上的YouTube官方平台 来欣赏的在台中球场所进行的 城邦甲组春季联赛C组 这真的是两强啊 两个大学竞旅的一个精彩的较量 富邦公牛呢 出战嘉义朱乐山 目前双方战成了2比2的平手 这场比赛的转播呢 是由大家的老朋友 总统台中教练 以及我蔡米里 和我们的转播团队呢 在台中球场为您服务 这场精彩的比赛 那我们这时候呢 在前五局打完之后 双方战成2比2的这个平手 同时大家也来回顾一下 今天前五局呢 这两支大学竞旅 精彩的一个对抗 同时也让球平 为大家做一个中场的分析 好的 那打完五局2比2 安打也都是各三次 那基本上有一些得分的机会 掌握的都算不错 那在第五局的下半的时候 一出局这个第二棒的 邱星驰的三连安打 但是毕竟林庆龙的一个 滑球曲球有一定的水准 所以靠着在这一局里面 虽然被打三连安打 但中间有三次的三振 那化解了危机 前面的两 等于说是两队呢 各得两分的一个情形呢 推进也好 或者外野的高飞球的效率 或是四十一级的安打 都有出来 所以也可见呢 一些基本的观念呢 都做得蛮到位的 所以虽然三只安打 投手的压制 也都有一定的水准 但是呢 得分 该得分的时候 把握度都不错 那紧接着在六局以后呢 其实这个僵局考验的就是 这个机会出来以后的一个掌握度 那你能不能够掌握呢 是最后分出胜负的一个关键 那现在形成二比二平手 其实投手短局数的投手 投个两局三局 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出现 那值得我们接下来再观察 两个球队的投手的阵容的一个深度 是使得这两个队呢 的投手压制呢 都在一分左右的情况下 要得分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前五局呢 双方安打数啊 其实都是各三只 手背方面呢 今天反而是在富邦欧牛呢 发生了两次的失误 但是那两次失误没有造成伤害 对对对 那现在在分数上面呢 是各得两分了 那这场比赛啊 从大家接这个界外飞球的 一个态度来看呢 也都拼出了全力啊 虽然仅仅只是 这个分组预赛当中的一场 那也是对战四场当中的第二场 但是呢 这个两强之争呢 我想这些年轻学子啊 也拼出了很好的一个球技 跟态度出来